主持人 各位写者专家 各位嘉宾 各位师父 各位慈祭菩萨 大家好 感恩大家共同来成就第五届的慈祭论坛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天然灾害之减灾与防灾 上人是用以地球共生死 净化人心 密灾难的启示 我们共同一起来了解 防灾与永续 减灾与预防 上人创立慈祭就是以慈悲祭世为宗旨 要救世要先救新 我们几例 上人永远是慈悲出发 感同身受 以九二一来说 教育不能等 千年不倒的邪校 就是要建千年不倒的邪校 而且当时要盖大爱屋 要希望它有家的温馨 不是只有货柜屋 是要有家的温馨 其实这个除了慈悲 还有照顾它每一颗心 让中产阶级不会因为受灾而心里 觉得不满这个社会而产生后面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连锁砖 也就是让大地呼吸 这都是从救灾开始就去想如何未来可以减灾防灾 慈悲出发就堪忍事多 我们简单解 莫拉克风灾 为了让灾民能够长居久安 为了让山林养习 所以在山林就盖永久屋 这个历经磨难 因为不是大家的观念一致 所以有实在心路的心情见证 这个实在心路就是在苦难中要长养慈悲 而且最后唯有让大地养息 我们天下才能消灭灾难 所以我们知道要天下无灾必须大地健康 就是地水火风要小 水大不调 地大不调 水大不调 风大不调 大地不健康 众生就不能平安 这就是常常提说四大不调 四大要调和 那山林一直把天地叫做大乾坤 人体叫做小乾坤 都是地水火风四大要素所组成 地球要健康 人类才能平安 但渺小的人类却在大乾坤作怪 让地球发烧 生病 导致灾难 所以我们共同要好好的去想一下 到底我们人类要怎么做呢 人体的小乾坤与天地大乾坤道理相通 病菌在人体里作怪 就是我们人生病了 人就会生病 人类破坏环境 就会让天地四大不调 所以唯有人心健康 大地平安 地球的健康需要全人类身心健康 才能维护 希望地球降温要从每一个人 改变生活习惯做起 我们最近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 就是地球之肺 亚马圣森林大火 这个事情 这几天让人非常忧伤 非常非常难过 到底它已经这样烧成这样了 它制造地球20%的氧气 它这样烧是加锈地球暖化 我们看 这是过去的亚马圣 利益盎然 世界上保存最原始的雨林 是最好最大的热带雨林 现在卫星图片 已经可以看到它的燃烧 所以这个浓烟 这个太空 其实让我们看起来 心非常的痛 非常非常痛 这是人类的浩劫 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它 为什么会这样 归期终究 贪欲 人口增加 人口不断地增加 享受需求增加 经济要发展 森林就消失了 享受的背后就是危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感受得到 享受的背后就是危机 这是果 刚刚是因嘛 所以我们讲因果 它是相还的 因缘果报 所以因果 因为我们生物 我们不断地开发雨林 那二氧化碳也增加了 加速全球暖化 就是从氢到焯 很干净的地球 变成一个焯气的地球 全部都是人类 因贪欲而引起的 所以联合国大厦外 有个破碎的地球 这是意大利送给联合国的 说如果人类不断地增加 人口不断地增加 地球的环境不断地破坏 这个以后的地球 就是一个破碎的地球 这一代实时警惕着我们 科学研究 科学家研究 人类只是占生命体的零点零一 百分之零点零一 且摧残了百分之八十三的物种 为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做 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 因为我们的吃 我们为了享受三寸的感受 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事 所以细木业 我们再了解一下细木业 全球也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 用在细木业 百分之十六的淡水 用在细木业 而且要吃掉三分之一的粮食 现在的粮荒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食物的 但是却要用全球三分之一的粮食 用在细木业 细木业用到掉了点水 严重的水污染 病菌细菌侵蚀土壤 饮用水也污染了 所以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说 不要最后的一滴眼泪是 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这个听起来 我们也要警惕 所以细木 他在刚刚提到的 所有的气体排放 除了工业废弃 细木业的排放 占百分之十八 它的总额超过铁公路 轮船飞机等的排量 所以它是造成地球暖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凶 所以目前地球面临三大问题 不只是 还有水火风 暖化 凉荒 水之眼 这个都跟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那个细木也有很大的关系 暖化 我们地球暖化造成灾难 偏多 凉荒 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吃不饱 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所以这些 他也有说 一个荤食者转成素食者 他可以养活二十个人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从今天开始素食 好 最近水 风 火 地震 地球就像一个 一大部分的器官毁损了 如何让地球健康呢 这是科学研究的 他说素食是拯救地球的唯一途径 唯一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进行了一项新的研究 并发表在《环境科学》杂志上 发现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 是减少全球环境破坏 唯一最大途径 吃素救地球 所以要救地球 好像是吃素最快的捷径 我们来分享一下慈激 慈激到1966年到现在 慈激的床所与活动全部都素食 1986年我们开始创设医疗 慈激医院目前有六所 七所全部素食 提供病人也都是素食 1986年始创教育 还有就是慈激护专 所以我们的学生都是自备参技 只提供素食 教授也一起素食 现在我们教育完全化 从幼儿园小学 中学高中大学到研究所 全部也只提供素食 而且都自备传技 没有用一次性的东西 所以1966年到现在 我们的核心的价值 其实是客级客情 客警客难 行验半世纪 我们上人的奇验就是 唯有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才能天下无灾难 慈激有四大制业 八大法印 都是因为社会人间所需要 而尽心力付出的 所以慈善 医疗 教育 人文 再来骨髓 肩症 国际症灾 社区志工 我们自1990年 开启环保制业 在台湾有 8536处 环保站点 其中有279处 是环保教育站 就是涵盖着 教育的功能 不只是实作 还有教育的功能 每天有9万的环保志工 以行动守护地球 他大地环保 到心灵环保 所以诸位嘉宾 有机会要到 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参访 他非常值得 大家去看一看 所以1991年 我们跟金车基金会 一起推动 预约人间净土 怎么预约呢 因为净化人心 还要净化环境 要先净化自己 才能净化人心 就是唯有净化人心 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好 2002年 我们推动 垃圾变黄金 黄金变爱心 爱心化 清流 清流绕全球 就是将资源回收的所得 护持大爱电视台 净化全球的人心 2007年 其实平常都在推动 那每一年 上人又把它就提出来 请大家再注意 再把它作为主题推动 所以2007年是 尽天爱帝既佛ahren 与地球共生息 因为大吉姨母超债 且伤痕累累 富慧同疼膝 用富慧 所以我们对地球 是用富慧里疼膝的心 以感恩心 尽天爱地 细心呵护 才有希望恢复生机 2010年 此际已经推动环保 20年了 所以叫要推动 清静在沿头 就是鼓励每一个人 减少欲望 少产生垃圾 垃圾不进环保站 要尊重每一个环保志工 环保站是最好的 长者清安基 清安基就是让老者在那里 非常安稳的 在那里共餐共食 共同为地球 爱护地球而付出 所以我们有青年推动环保 所以时代青年千万数 减少百万CO2 这就是青年人 也在为这个大地付出 所以努力的想为地球 付出一份心力 2011年我们是 广行环保 浮满乾坤 进化人心 风调雨顺 这些都更天的减灾防灾 一直都在推动 所以大地环境受破坏了 全球各地灾难平生 要带动人人落实环保 使天地气候调顺 人间自然浮满乾坤 2016年发起 11世界苏醒日 就是呼吁要苏食 120万人连数 不是一年这一天素食 不是一年这一天素食哦 是希望每个人 每一天 每一餐 都素食 2018年是推动 大爱共伴 友情天 寸步铺路虎呆 就是长情寸寸连接 要汇集善意清流 进化世间污浊 2019是感恩尊重生命爱 可能在这里也会看到 何尽无真共复原 感恩可以进化人心 尊重可以祥和社会 不只是尊重人的生命 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 尊重万物的生命 要从源头呼吁 进化人心 何尽无真共复原 虽然天下有慈祭 我们的慈善足迹 到了100个国家 最近加了一个 波多黎各 慈祭之宫有60个国家 所以等到灾难发生 再付出也太慢了 所以要从进化人心开始 201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 在巴黎进行 190多个国家参与 但是有共知 还没有达到共事 更没有共行 所以要共知共事共行 爱地球从自身做起 要做环保 推动素食 疼惜大地是人人的使命 慈祭人无疆界的承担 为苦难人无所求的付出 也体验带动世间善的循环 我们的宇宙大杰者 俯视人间 俯慰 撒进地球 就是不忍地球受毁伤 不忍众生受苦难 时时都在提醒我们 也让我们学习宇宙大杰者的精神 所以以地球共生息 唯有进化人心 能够迷灾难 其三宴 让人一直都带领的慈祭人 发三个愿望 进化人心 社会祥和 天下无灾无难 也希望我们共同祝福天下 无灾无难 感恩大家 也祝福大家 感恩 感恩